我一世纪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和各位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又到了与您分享 每日灵星的时刻 今天是三月十四日 我们将继续带领您一起分享 来自克里斯牧师《花语的史记》 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主题是 每天喜乐 开篇经文来自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经上说 向来你们没有在我的名里求什么 求你们就地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 我们的开篇经文 揭示了天父的心和他对我们的渴望 他希望你总是喜乐充满 那是因为在神的国度里 喜乐是非常重要的 圣经说 一颗欢喜快乐的心 能医治身体和灵魂 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十二节 激情一本之一 无论你面对什么情况 都要散发喜乐 永远欢喜 最美妙的是 我们的喜乐来自圣灵 因此它不受环境的影响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即使面对逆境和迫害 也要充满喜乐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各种试探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雅各书一章二节 这意味着 在你的生活中 没有戳败的余地 当别人与你接触时 他们会体验到 无以言表的喜乐和满满的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 关于以色列儿女们的故事 当他们显得大忌 重修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他们的欢喜 如何被远处的人听见 那天 他们显大忌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妻子们带孩子们也都欢乐 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乐 远处都能听到 这让你知道喜乐是有表达的 在感恩的时候 笑 唱 赞美诗都是喜乐 开心的表达 所以 尽管今天世界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但每天仍要充满喜乐 在你的生活中 不要给忧郁 留余地 从你里面产生并释放喜乐和兴奋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吧 我时常充满赞美 充满难以言语的喜乐和荣耀 因为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我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 它来自我内在的人 超越了环境 我的喜乐是永恒的 它使我强壮 并充满活力 荣耀归于神 参考经文 以赛亚书12章3节 罗马书14章17节 彼得前书1章7至8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礼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8123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与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